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心 继续我们的课程 那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台湾的一些法理事实 因为过去的中华民国的教育 他没有告诉我们很多 有关于台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一些法理上的地位的现状的事实的说明 所以我们对于台湾的那一段历史里面 其实都是一知半解而且是很模糊 而且是有错误的片段受它的影响 有错误的片段 那这边大家看这边的整理 这边有帮大家整理起来这个时间点 比如说1895年的4月17号 这是马关条约之后 那台湾被大清帝国的大皇帝 直接永久 而且是完整的主权 割让给日本天皇 所以在那个当下 台湾已经变成了日本天皇的皇土 然后他在这边所统治的政府 叫做大日本帝国 那透过总督 总督来这边管理 那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在1943年12月11号 这一天就是马英九他们经常喜欢讲的 开罗宣言的那一天 他们都一直在讲说开罗宣言 根据开罗宣言 那台湾变成中华民国的领土 大家经常在讲这个 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说法 那事实上在1943年的12月1号 这一天日本天皇有没有 或是日本政府有没有透过任何的协约协议 然后把台湾的领土 就是说割让出去给这个同盟国 都没有啊 所以还是黄土还是天皇的土地 大日本帝国在管辖 那1945年的4月1号 这一天 就是在台湾实施民治宪法 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 那这一天开始台湾这块土地的性质 就变成日本天皇的永久 深圳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一天 所以这一天 一样还是天皇的土地 大日本帝国在管辖 时间一直来到1945年的7月26号 这一天也就是波茲坦宣言 发布的那一天 那一天发布 他只是说法而已嘛 盟军他们自己讲 战后要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事实上 实际上有没有透过任何的条约 把台湾的领土割让出去吗 也没有 所以在这一天的同时 也还是天皇的土地 大日本帝国继续在管辖 一直到8月15号 1945年8月10号 那一天投降 天皇他发表那个 造书说投降 这一天 台湾的人 还是拿着大日本帝国的护照嘛 没有改变啊 对不对 只是一直到1945年的10月25号 那一天 开始 就是盟军对于日本领土的军事占领 包括日本台湾的军事占领的开始 就是这一天10月25号 也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他们骗我们的 台湾光复日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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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天根本没有光复嘛 今天根本都还是天皇的领土啊 他是来军事占领的啊 所谓占领就是占别人的土地嘛 对不对 都还不是他的啊 这很简单的道理 好 再来 1945年10月25号那一天以后 是美国 他是主要占领全国 他是军事占领 但是他是透过 他是指派蒋介石他们过来占领 占领台湾 这是透过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 里面的指 分配占领的指示 然后一直到1947年的5月3号 这一天 日本大日本帝国因为战败 然后他修改了宪法 改成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实施 然后他的主权就会被限缩 因为波子兰宣言的关系 日本的主权要被限缩 但是在这一天里面 台湾仍然是天皇的土地啊 也都还没有 都到现在到这里都还没有处理哦 都要不处理也都没处理 也是要个黄土 只是说持续被军事占领 但是日本国宪法已经 已经修改实施了 再来1949年的10月1号 10月1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这个意味着中华民国 他在这一天就准备要开始怎样 流亡了 他准备开始流亡了 所以这一天以后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他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了 他变成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形态 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形态 到1951年的9月8号 这一天 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签署的那一天 签署的那一天 日本国放弃 就是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写的 他Renunces 台湾的right title和claim 他是放弃了这些权利 他是放弃了这一些权利 不是把整个领土主权放弃掉 不是 所以说领土的性质 还是天皇的土地 然后在上面管辖的 还是中华民国 但是他已经流亡了 一直到1979年的1月1号 这一天 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 不被美国承认为主权国家了 就已经不跟他有官方往来 他已经不承认他了 他反而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这一天 中华民国 他就蜕变成一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你看到台湾关系法里面 他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指这个 就是指这个 所以就是这些时间点 跟这些时间所产生的历史事件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这样你在对于别人解说 这些法理概念的时候 才能够有凭有据 要不然都是只是一种概念而已 再来我们来解析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这件事情 刚刚那些那些时间点 跟大家 跟大家 条例是 那现在用图形跟大家解说一下 1945年的10月25号 这一天中华民国 开始来台湾了 他开始来台湾 但是他的性质是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这他的根据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再来 1949年的12月10号 这就是中华民国 他虽然还在台湾 但是他已经丧失了 中国大陆的那大片的领土了 他变成一个流亡政府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蒋介石他们就变成流亡了 所以这一天 他是一个 开始他是一个流亡政府的形态 他是流亡政府的形态 那你注意 你注意看这些颜色就越来越深了 因为接下来他就开始跟我们 洗脑教育 开始用一些 一些国民义务交易 然后告诉你一些错误的 错误的那个 错误的那个历史 一直到1979年的1月1号 这个中华民国联盟政府 联盟政府他也不被 美国所承认的 从这一天开始 他变成一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但是因为透过洗脑教育的结果 大部分的台湾人已经都不知道 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在台湾 然后一直到现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定义现在的这个 现在管辖我们的 这个叫做台湾的治理当局 他叫做governor authority 再来 刚刚是时间 那我跟大家讲 在法理上的 根据是什么 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在台湾 他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根据是什么 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就是1945年的9月2号 在秘书里建 日本签的那个投降书 以后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开始对于日本国的领土 开始做盟军的分配占领 然后台湾 澎湖 还有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 那中国战区不包含满洲 全部要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 所以说才会产生 1945年的10月25号 那一天在台北的公会堂 有一个投降典礼 它的根据是这个 它的根据是这个 再来 中华民国他流亡了 那你要让他保持一个盟军的地位 可以做代理军事占领 那这里要有相当的法律依据 这时候 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完了 然后美国叫日本 逼着中华民国赶快去签一个 日中台北合约 就确认中华民国 他还是盟军里面的成员 他还有军事占领的 法律上的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时候1954年 这边他们去美国跟蒋介石 他们签了一个叫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因为那个时候在金门炮击 就是那个823炮战 1945年到1958年 这段时间 才发生那个福建沿海的一些 应该是说中国人的内战 那美国为了不让 为了不让他们的内战延烧到 延烧到台湾来 然后他们签了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因为这样一签中华民国 他其实就变也是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形态 他就跟美国签合幼嘛 他那个签国际条约 一直到但是 蒋介石他们这个集团 不会被美国承认 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他是必然会变成一个 不被承认的政府 所以一直到1979年的1月1号 那美国成立一个国内法 叫做台湾关系法 赋予现在在台湾管辖的这个政府 他有一个法令的依据 他可以来执行 代理美国来这边管理 所以这个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历史上的那些事件 要搭配着这些法律的文件 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再来跟大家介绍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2007年 亚济营赛的时候 这一对叫什么队啊 潜力是台北 潜力是台北 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嘛 潜力是台北 这一对在国际上 世界各国都知道 只有台湾人不太知道 潜力是台北意思是什么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说这一对代表的是什么人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代表流亡的中国人 代表流亡的中国人去打球赛 那潜力是台北是什么意思呢 潜力是台北的这个缩写 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 他签过来定居在哪里 定居在台北 只能以城市作为他的 他的那个继续运作的那个 那个的根据地 来 那有人就有人就会想说 这都你们讲的 我们就不知道 听过有什么流亡政府 请你们去台北 那都在发明的 也还不相信嘛 都提起的 但是实际上 法国有没有曾经流亡过 有啊 他二次世界大战 他被希特勒攻进去的时候 原来的法国的那个政府 他搬到伦敦去了 他搬到伦敦去了 那搬去伦敦的时候 国际上就称法国搬到伦敦去的那个政府 就是联亡政府 那怎么称呼他 人家都叫人家都简称叫做 French London 你明白吗 叫French London 所以Chinese Taipei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联亡政府 好 网路上也有一些讯息 在解释Republic of China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你注意看嘛 这些 这个流亡政府 人家就有讲到 中华民国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但是他说 中华民国 是流亡政府 这件事情 是有争执的 有人说 他不是流亡政府 有人说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Rom State 他是一个Rom State 他是 他还在自己的领土上 他还在自己的领土上 运作 所以他不叫流亡 流亡的话 就要去别人的领土 那才叫流亡 那 这个差别在哪里 你注意看喔 会说他还在自己的领土上的 所以他还不是 他还不是流亡政府 那说他是流亡政府的人 支持他是流亡政府的人 就很坚定的说 他在别人的领土上 但是以 现在 台湾的现在的状况来讲 中华民国 他在这里面做管辖 统治 他统治的 土地里面 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人 两个不同的国家所拥有 对不对 一个是台湾澎湖 一个是什么 金门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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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来讲 他是谁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 那中华民国 他流亡 那但是那两块领土 他还控制着 那两块领土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是啊 所以有人就说他不是 这个倒立 对啊 但是如果把他 把他放 把他抄下去来看 他在台湾 这 台湾澎湖 他是不是算流亡政府 是啊 他是流亡政府 因为台湾澎湖 是日本 大日本帝国 天皇的领土 所以他确实是在别人的土地上 在运作嘛 所以他是流亡政府 这件事情 是绝对正确 只是说 再挂两堆金门马祖 让大家搞不清楚 这样 好 然后这边 因为 因为这个流亡政府的概念 台湾人很多都不太清楚 甚至有的人 不喜欢中华民国 他叫流亡政府 当有人讲到他是流亡政府的时候 台湾人反而会替他很抱不平 譬如说这个新闻 虾公文 这个教育部 他有 他在2013年的12月4号 这个新闻里面 他说他要发给那个 各个学校的公文里面 提醒大家说 我国首都在南京啊 我的我国首都在南京啊 他请问你 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这件事情 你听了之后 你会很不高兴的举手 你听了会很不高兴的举手 对啊 你听了之后很高兴的举手 对啊 你应该很高兴啊 他们 他们终于讲清楚了嘛 他们终于讲清楚说明白了嘛 对啊 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 有没有错 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的学者啊 斥责人家 有流亡政府的心态啊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他不能这样讲啊 那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过来 那这个 台湾 甘比亚跟台湾断交 这个新闻 那你 请问大家一下 台湾有曾经跟甘比亚建交过吗 没有啊 台湾又不是国家 他如何跟别人有那个外交的关系 对不对 那甘比亚跟谁断交 跟中华民国嘛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个记者写 跟台湾断决交的关系 但是人家甘比亚的政府 非常清楚 国际上人家那些政府都非常清楚 甘比亚的总统办公室声明说 18年来我们与中华民国一直是强有力可靠的伙伴 对不对 甘比亚他跟什么人建交 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那外国人都很清楚的啊 就好像在台湾这里面 大家在不清楚啊 所以他是跟甘比亚断交的是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 来 这个因为面子挂不住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 人就开始问那些代表啊 为什么会断交 国格上市呢 总要有个说法嘛 对不对 才能够把这件新闻的把它平息过去啊 就他就弄了一个理由叫做 甘比亚跟中华民国断交 他们的前大使就说 对方要钱啊 我们不愿意啊 我们要维持这个国家的尊严啊 不可以任人家 身手要钱我们就答应啊 所以就跟他断绝外交关系 但是说理由是对方要钱 我不给 所以断绝外交关系 那事实上 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啦 这中华民国他本身 就是主权有问题嘛 来 那你再比较一下 中华民国的断交史 从1950年开始 就是他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号成立以后 陆陆续续国际上有很多国家 跟中华民国开始断交 比如说中英断交 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合法政府的 刚好没有看到嘛 这是英国 英国马上就跟中华民国断交 因为他没有有效统治那一块 广大的土地嘛 所以中英断交 我请问你 中英断交 英国有跟中华民国要钱 中华民国不给他吗 没有嘛 不是这个理由嘛 在中 中治断交 日本 跟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断交 1972年 这是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 被人家提出去之后 开始的 1972年 他中治断交 你有听过断交的理由是 日本跟中华民国要钱 中华民国不给他吗 也不是嘛 对不对 那在中澳断交 中美断交 1979年 到最后的中韩断交 1992年 哪一件断交 都曾经是 别人跟他要钱 他不给的 都不是那个理由嘛 最后他不得已了 他只 他才能用钱去买那个关系 用钱买关系 他只买关系 不得已了 不得已了 有什么不得已了 他本身就不是主权国家 一定不得已了 他只是要维持一个假象 维持一个假象 让台湾人 又继续相信他而已 你看 蔡英文 他自己也讲 中华民国是联合政府 他这个 他这个说法 我们给予肯定 对不对 我们给予肯定 这是在 2010年5月26号的新闻 但是呢 隔年 2011年的10月8号 那在高雄的劳工 娱乐中心那边 被酸总统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开始讲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那针对这个说法 你要 你高兴吗 你应该是很不高兴才对啊 对不对 啊 这样子 这样子 你还没接受法理训练的人 你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说法 你会去投他吗 应该投不下去 应该投不下去了 对啊 来 所以 他本身就 问乱嘛 但是当然 我们不知道他实际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他这样子 反反复复的 的说法 在法理上 这个是不会被允许的 不会被允许的 对 另外一个 姚教文说 马英九主张开罗宣言是卖国 那这个就奇怪了 开罗宣言是中美英嘛 他们开的会啊 所产生的一个一个一个公报啊 那 开罗宣言马英九 马英九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 中华民国主张他们当时 中美英在开罗的那个开罗会议里面的结果 为什么姚教文要批评他是卖国 很奇怪啊 对不对 很奇怪啊 那意思是说 姚教文的心里面想的意思是说 那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喔 那如果去主张开罗宣言的话 那台湾就不见了喔 那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 这个又是混乱啊 对不对 又是混乱啊 把台湾跟中华民国 又缴缴在一起搞不清楚嘛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几个新闻里面 从虾公文 一直到姚教文的 那个开罗宣言 马英九卖国这种评论 你注意看喔 我国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太清楚 我国是什么国 你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 有没有台湾国 没有啊 没有台湾国啊 那中华民国是 是中国人的流氓政府啊 那不相信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对不对 从这几个事件里面 的新闻里面 从李小峰教授 他里面的那个评论 就不相信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也不许中华民国是 承认自己是流氓政府 对不对 那 很糟糕的是 大部分的台湾人 自认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人家说人材做老板 大概只能用这样来评论 那 那再来就是自认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那 当然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台湾的领土里面 台湾澎湖 根本不在中华民国的范围里面 所以台湾跟中华民国 又过来不做 然后自认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 是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政府 这个在国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绝对行不通的 本土台湾人 没有办法被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来做代表 举个例 那个时候法国不是二次世界大战 他流氓到伦敦去吗 那有没有听说过法国流氓政府 可以代表 英国人 对不对 有没有听说过法国流氓政府 可不可以代表英国人 没办法代表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 跟台湾之间会纠缠不清呢 这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去 来把它做一个釐清 你要了解这一些 一些历史事件 跟一些事实 才能够很清楚的说 跟人家很肯定的说 台湾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来 它的混淆的来源 就是这一场太平洋战争 就是我们所说的 二次世界大战 从1941年开始 一直到开罗公报 就是所谓的 日本窃制 中国的领土 例如满洲 台湾 澎湖 要还给中华民国 这是开罗公报里面的说法 然后再来 麦克拉斯一般命令第一号 叫中华民国来台湾 然后就开始乱了 一直到中华民国流亡 他流亡还停留在这里 再来 就是这个和平条约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他不想让你知道 所以你看那个历史课本里面 大概都写到说 写到 写到 签这个就是和平条约的时候 都只是写 签和平条约 然后那一页就过去了 就不再做多说明 再来就是 从一九十五年以后 蒋介石他们带来的 中华民国体制 持续跟我们洗脑 使得大部分的台湾人 都还没有办法清醒 来看 这一张是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区的整个战区的范围 这个黑色的线就是日本 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的那个势力范围 一直可以打到这里来 你看 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比中国那个内陆的领土 多几倍啊 对不对 所以大日本帝国当时的果律 世界上一定的 一定的 那你注意看这个虚线的部分 虚线的部分 你看 1933年 日本是日本帝国的范围 日本帝国的范围这么大 包括这些太平洋的小岛 台湾都还在这个范围里面啊 二次世界大战 參加大战 可是城市的西式 脐表 美国寓 在當時的國力還有當時的統治範圍是那麼的大 再來 這個新聞裡面 2013年10月30號 馬英九他在這一年的6月份的時候 他說裡面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用語 譬如說盟軍要求日本把中國竊取的土地還給中華民國 他第一次看到條約有用竊取這個字 當時宋美玲在座 而且是寫名還給中華民國 簡直是為我們量身定做 然後他從這邊就衍生說 譬如宣言說明台灣是怎麼回來的 怎麼有可能所謂的地位未定論 這是馬英九的概念 你如果沒有對這個歷史事件有所了解的話 他隨便講一講 你可能就會被他誤導了 那他最喜歡講開羅心眼 台灣怎麼回來的 然後再看這一個新聞 2013年的12月1號 就是紀念字那一天 然後他這邊的記者 1943年的12月1號 美英中公布開羅心眼 要求日本將切製中國的領土 包括台澎金馬和附屬島以關中華民國 這個新聞記者寫這個 原本就已經是中華民國的了 為什麼還要再歸還 所以他也錯亂了 他也跟南南亂倒 也倒了不對 所以說上制總統 下制記者 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1914年 1914年 就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帝國的範圍 這一張也是 紐西蘭的歷史網裡面的 這人說的 庫月島的一半 千島群島 北海道 本州 四國九州 包括韓國 整個韓國 你看 FOMOSA 同色的 在世界上人是看的 這是同色的 所以台灣就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沒有錯 1914年的時候 因為1895年以後 對不對 沒有錯 好 再來 那我們就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會有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其實就是 二字世界大戰 盟軍 他們要打算要怎麼進行這些戰爭 讓他結束 但是盟軍他們的作戰目標是 先把歐洲戰區先處理好 然後亞洲戰區只要維持著就好 當歐洲戰區也比處理好 亞洲戰區這邊就比較容易著手 所以 所以他們都會清亞洲 中歐洲 但是這個時候 蔣介石 已經被日本軍打到重慶去了 對不對 他就 他又缺物資 然後就開始跟那個 美國的史迪威將軍 下三個通牒 下三個要求跟最後通牒了 那怎麼下呢 美國要派三個師團到緬甸 運五百架飛機給中國 而且要保證 每個月要越過喜馬拉雅山脈 空投五千萬的補給物資 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我蔣介石 我可能要去跟日本投降 恭賀 講和 就不打仗了 不打仗了 所以跟美國要物資 那你想美國 他那時候 歐洲也在戰 太平洋戰區也在戰 那能夠多一個對手 拉住日本人 拉住日本軍 這樣是不是他打仗 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 美國就開始思考 要把中國 蔣介石那邊 把他拉住 不要讓他離開盟軍 好 最後 最後在1943年的五月跟六月時候 他們還是先確認歐戰優先 但是這個時候美國已經開始跟 這些盟國講說 不然我們找他來談一談 來講一講 來講一講 請他也跟我們 加入同盟國 跟他提升他的地位 但是邱吉爾他確實反對 他確實反對 他確實反對 美國職業要會團是因為 背後還有一個中國的遊說團 蔣宋美蓮跟宋子文 他們已經在美國遊說了 要遊說 要美國要支持 蔣介石 繼續跟日本人作戰 美國也怕蔣介石跟日本單獨講和 單獨講和 美國在太平洋戰區就很難打 那就很難打 所以在1943年的12月 1月 11月22到26 他們就開始一個開羅會議 就開始講 開始講 其實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裡面 他講什麼呢 他就講說 不然我們來之前 我們的先關戶緬甸 先關戶緬甸 然後來研究怎麼關戶緬甸 結果用這個作戰計畫 叫蔣介石來談 但是談一談之後 兩天之後 美英書他們在去德黑蘭 在會談的時候 就把這個關戶緬甸跟中國 中國軍作戰的計畫 就都 抛 付諸老後 就不再講了 但是最後 他在12月1號的時候 就在開羅 就用透過收音機的方式 把這個開羅公報的 看所謂的開羅宣言 把它奉 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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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這是下半部 上半部 上半部這裡 上半部是說 這個開羅公報 這份文件 這個宣言 你要在什麼時候 才可以把它放鬆出去 你在放鬆去之前 不可以跟任何人討論 也不可以 都要保密就對了 那下半部 才是開羅宣言的 開羅宣言的內容 開羅宣言的內容 那這裡面 這裡面有講到 剛剛馬英九講的 那一句有沒有 那個 切治中國的領土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tori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馬英九就在講這一句話 馬英九在講這一句話 那你去看 其實開羅宣言本身 他其實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就好像 這個就好像 我要跟你買車 我要跟你買車 但是我一直跟你講說 我要買 但是最後你的車子有沒有賣給我 要簽約 要執行 對不對 這個宣言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但是這個說法本身 其實也很好笑 比如說這個盟軍他們說 他跟日本作戰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是為了領土擴張 也不是為了領土擴張 但是既然不為自己的利益 也不會領土擴張 那為什麼還要把 台灣澎湖交給中華民國 就很奇怪 對不對 再來 太平洋的小島 太平洋的小島 日本不能再擁有了 剛剛那個圖有沒有 那個圖 太平洋小島 日本不能再擁有 再來 這個 就是這個馬英九講的 滿洲 福爾摩沙 跟澎湖群島 偷製中國的領土 像例如這 這個地方 要還給中華民國 這是說法 再來 他們 卡羅宣言裡面有提到 韓國 要給他獨立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 要解放韓國 而且要讓他獨立 這是在卡羅宣言裡面講到的事情 最後 他還要要求 卡羅宣言裡面要求 日本要無條件投降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Japan 日本要無條件投降 這是卡羅宣言裡面的內容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卡羅宣言裡面 他裡面自己就講 三大盟國不會給力不擴張領土 但是又要撥去日本的 1914年取得太平洋的主導 然後要把 投資中國的領土還給中華民國 例如 福爾摩沙 澎湖跟滿洲 還有韓國必須解放跟獨立 日本要無條件投降 就剛剛那個講的 再來 在卡羅宣言本身其實有點矛盾 不會給力不擴張領土 但是又要把土地 要給 要把台灣跟澎湖 要拿給中華民國 這不就是擴張領土嗎 這是很好笑 而且 台灣澎湖不是偷自中國 是馬關條約合法簽下來 而且永久 而且完整的主權 是割讓給大日本天皇的 這個跟他們自己在講 開中名義講說 不為己利不擴張領土 反正就有點矛盾 其實解讀卡羅宣言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政治性的產物 他目的就是要拉住蔣介石 不要投降 不要超強 然後要滿足蔣介石他們的自尊心 因為這裡面有牽涉到的 主張說土地的怎麼處分 這個都要最後要透過法律的途徑 法理的途徑才能夠解決 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而且他們盟國自己都 都已經在大西洋憲章裡面 都已經有簽署說 不追求領土擴張 而且最後中國也簽了 也簽了也遵循大西洋憲章 也不擴張領土 再來 很多人在正義開中宣言跟波斯坦宣言 對於台灣的領土主權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影響 其實去討論他有沒有影響 倒不如去討論說 他是透過什麼途徑 來產生結果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宣言是一種說法 但是要讓宣言落實 成為一種結果 他一定要有一些法律的程序要走 你看看 Karo宣言剛剛大家提到 太平洋小島 台灣澎湖 朝鮮跟這個無條件投降 那你如果來對照就是和平條約 把這幾個再來 再把波斯坦宣言加進來 Karo宣言要執行 日本要被佔領 日本要被佔領是因為波斯坦宣言 主張的 然後要限制日本的主權範圍 在四個大島還有盟軍指定的小島 而且要限制武裝 就是要 日本沒有國防軍 只有自衛隊有沒有 就是波斯坦宣言要求他的 而且他先制武裝不可以發動戰 不得了武裝發動戰爭 而且要按照日本人民的自由表達意願 然後有和平傾向的政府 要成立新的政府 然後盟軍就會結束日本的佔領 那你看 日本 戰後是不是修改憲法 把天皇 是 還有統治權的天皇 把他 那個權力 拿到 放到 放到那個 內閣去嘛 對不對 放到首相去啊 那人民後來是 選 選那個國會議員啊 然後才組成內閣嘛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都是按照波子坦宣言來的 這個也是 好不好 最後 後來現在不是才 正在逐漸解開日本的 集體智慧權嗎 他可以 這個 直接在解放了 然後宣制主權 所以變成日本 後來的什麼 北方四島被俄羅斯佔領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包括台灣被 美國佔領 這件事情也還沒有解決 是這樣子過來的 我們再來對照一下 這個 這個 從文獻裡面 我們把它找出 找出那個 根源 你就可以非常清楚 可以更確信 自己走 走這條路 來台灣民政府 這條路 是非常的堅定 那你看 1947年的5月3號 日本國新縣實施 他的第一條 好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 日本國的憲法第一條 他就說 天皇 他只剩下 國家的象徵而已 他是人民的集體 集中起來的一個象徵 這就是 這就是 主權者的象徵 你知道嗎 主權不是落在一般平民百姓 主權是落在一個 集體 產生的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天皇在憲法裡面 他還是一個 人民的集合 只是說 他已經沒有統治權了 他沒有統治權了 那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統治權落在邪的身上去呢 落在以後 落在人民啊 落在人民身上 但是人民有沒有辦法執行 這個統治權 沒有辦法 所以但是人民要透過選舉 透過選舉 選出國會議員 然後組成內閣 然後產生首相 那個人 他是在執行 執行這個 執行那個 主權的權利 但是 主權權利的 的那個 來源啊 是在人民身上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主權在民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 是不是 波子黨宣言裡面 要求日本 要組成人民 自由意願表達的政府 對啊 沒有錯啊 波子黨宣言 已經實現了 這一點 這一點是實現的 然後你看 究竟是和平條約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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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因為日本國憲法已經改了 你改了之後 盟軍就勢必要先承認他 他 簽那個究竟和平條約 才有效啊 才有效嘛 所以第一條 這一條又 又體現了波子黨宣言裡面 要求日本 要成立人民 選出來的政府 再來第六條 第六條 All occupied forces of the airline power shall be withdrawn from Japan 可以撤軍 所以第六條 也有提到要撤軍啊 你看跟比照這個波子黨宣言 成立這些人民 自由表達意願 而且傾向和平而負責任的政府之後 盟軍就可以結束佔領 那你看跟 究竟是和平條約的第一條跟第六條 對照一下 你就知道 波子黨宣言有沒有被執行 他透過什麼來執行 就是透過究竟是和平條約 究竟是和平條約 這就是法理啦 所以跟他講一講的 沒有辦法成為 成為法律上的一個確定的事情 好 再來就是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他承認了 Independence of Korea 有沒有 那在 那個開罗宣言裡面 他是不是要讓韓國獨立 沒有錯啊 那Japan Relunches All Right Title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tolic 他是不是要限制 日本的主權行使的範圍 所以他要日本放棄 台灣澎湖 The Right Title Claim 再來 日本又要放棄 這個庫葉島 這是千島群島 跟這個Sakarin的一半的部分 他也要放棄 所以日本的主權現在有沒有 範圍有沒有給予這兩個地方 也沒有 那是不是都是這些宣言裡面 最後的執行 沒有錯喔 再來 最近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一 Japan 也是要Relunches All Right Title Claim 跟太平洋的小島這邊 他都要放棄 所以說日本的主權範圍 是不是被人家限縮了 這也是波士丹宣言裡面的要求 還有包括開樓宣言裡面的要求 最後都透過 就先和平條約 透過就先和平條約 出現的 然後還有這一點 第二條的F 日本 Relunches All Right Title Claim 南沙跟西沙 南沙西沙軍島 日本也要放棄 就是Right Title Claim 你有沒有發現 他都是放棄Right Title Claim 他是沒有叫他放棄Saventy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就是放棄的統治權上面的管轄權 最後包括琉球 日本也要交給美國信託 對不對 所以最後才有琉球的返還 這都是在執行波士丹宣言 波士丹宣言 再來跟大家提醒一個 在就先和平條約裡面的第四條 美國軍事政府 日本要承認 美國的軍事政府 在就先和平條約的第二條跟第三條 裡面對於日本跟日本國民的財產的處分 的有效性 所以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美國軍事政府 那意思是說 波士丹宣言裡面 是說日本必須要被軍事占領 要被占領 因為被占領 所以才會產生軍事政府 那軍事政府在日本的土地上面 所處分的日本人跟日本的 這個政府的財產 日本都要承認它有效 那你注意看 第二條跟第三條都包括了哪些地方 第三條是琉球 第二條是韓國台灣千塔薰島 庫月島 對不對 還有西沙南沙 有沒有 這個 重點不在於 那個 開羅宣言他怎麼說 重點是 開羅宣言怎麼說 最後他被執行 被實現的程度到什麼地方 那從這個就先和平條約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那台灣澎湖 有沒有歸還給中華民國 剛才看就是那條那裡 第二條米 有沒有 沒有 但是日本政府 他能不能夠 執行他的主權的權力的範圍 到台灣澎湖 沒有 因為這是波士團宣言要求他的 所以我在說的這件事 就是我們剛才開頭在說的 法理上跟事實上 這是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什麼地方 二十三條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因為 攻打在太平洋戰區 攻打日本的 主要的都是美軍 打下來的 所以這個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當然是美國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才會有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才可以去分配他的盟軍 誰去佔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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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來佔台灣 是才有這樣子 所以說整個 波士團宣言 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之後 日本就被限縮到這裡了 日本就被限縮在這裡 其他他的那麼大廣大的領土 要嘛就是別人的土地還人家 要嘛就是原本有主權的韓國 他獨立的 要嘛就是自己的領土 被其他國家持續佔領著 例如台灣 例如 這些 北方四島 青島群島家 所以這是戰敗 盟軍對於日本的處置的結果 那你從這裡面 處置的結果裡面去發現 根本就沒有 台灣還給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那你再回想我們剛剛 上一節課講的 中華民國的現場裡面 也沒有變更領土過 所以你現在應該要非常確信 中華民國 對台灣根本沒有領土主權 因為他沒有台灣的領土主權 所以他要去加入聯合國 阿扁要代表中華民國 然後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然後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遞建給那個 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 人家給他推薦啊 對不對 我們這邊的記者就覺得很生氣啊 說我們都是 我們都已經選舉有總統了 為什麼要加入聯合國都不行 原因就是在這裡嘛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沒有台灣的領土主權 他沒有辦法台灣人去加入聯合國 而且他是一個流氓政府 他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 因為他沒有被國際承認嘛 對他不是國家啊 因為加入聯合國的要件是 那個要加入的會員 他本身要是國家 他要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形態 所謂主權國家的形態 意思是怎樣 什麼叫主權 主權意思是說 沒有別人可以國家 我上面沒有別人了 就只有我 我這個國家 我有至高無上的這個權利 然後我不受別人另外一個國家的控制 那我是獨立的 我是自主的 那這才是主權國家的真正的內涵 那你看中華民國他不被承認啊 因為他沒有領土 所以人家不會承認他 那台灣呢 台灣他也沒有自己的政府啊 對不對 目前為止 台灣有沒有自己的政府 沒有嘛 那台灣這個領土的主權 在誰的身上 有沒有在台灣人身上 沒有啊 所以你台灣人 怎麼會有辦法去加入聯合國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來龍去脈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所以加入聯合國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阿扁的時代 大家這樣義憤填膺 好像都我們成為國際的孤兒 但是成為國際的孤兒的理由 不是別人 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沒有去找到 還原我們自己身份的真相 所以說我們才會持續的變成國際上的孤兒 所以說我們要 要讓自己在國際上 有正常的對 被人家正常的對待 那就是要恢復我們台灣的正常的國際地位 那恢復台灣的正常國際地位 目前就是這條路 就是讓台灣民政務的法理論述這條路 就回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台灣應該成立 軍事佔領之後成立平民政府 然後由平民政府這邊開始發展 才能夠逐漸回覆到 我們應有的身份跟地位 那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為止 以上謝謝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休息 樓下一樓餐廳用餐 謝謝